大家好 又是我馬寶 聽完又是馬炮 Hi everybody And tomorrow we still have horse racing in Hong Kong 那時候馬寶就輸了 沒話說了 不過我之前也有說 就是上一次有說的 買騎士王 連賣士王 那我就在群組那裏又再發上去 就見幾點人買 這個就是我的群組 歡迎你加油 那我如果有心水 我額外的心水我會發上去 那就是騎士王和連賣士王 我就是上個星期都有發的 那這裏有看到了 那就是大概是4點29分 那我就建議群組那些人買150分 那150分 那你就是18分 再加9分 那都有27分 那接著就4點27分 差不多到5點 那我再建議群組那些朋友 再加住 那當時就是1.16分 那我就叫他們加住 那變成又 那如果加100分 又多了16分 那基本上都是很大機會是贏了 所以變成 那我當然了 我自己就衝住了 那這個呢 另外呢 我亦在群組發上去 叫他們買連賣士 不過連賣士王 當時拿了賣士王 都是沒什麼 很低的 只有1.1 跑了沒多久之後 我又再加住了1.1 那當然了 沒什麼錢分 100元才可以拿了10元 那後來 我的戶口的錢 都全部都下了去 那接著就再到街上 去馬匯再投注了 那再加 連賣士王 再買了1.09 那就低了 沒有份 我一直都說 有時候不急得的 現在潘頓呢 這條票呢 就是1.4 那這個呢 就是 開跑了 因為 田泰安贏了兩場 之後呢 那賠率呢 反而 潘頓就多了 1.4 因為這次輸了之後呢 那那個 潘頓的賠率就高了 可以去到1.4 他開票都是好像1.3 都沒有1.4 那我看到這樣的情形 哇 還好 那馬上又再走下去再加賺了 那這下真的比我 就是 贏得多了 因為1.4 那100元就有剩40元了 那的而且 所以我那天都有提 就是 我也是 小小玩算 反而呢 那天呢 就是 騎士王 連馬斯王 我就 落重了飛 那當然了 再說了 我不是很鼓勵說 大賭 不過我 因為我賭了很多年 那自己的而且 連馬斯王和騎士王呢 的而且我今年才開始揣摩 那發現呢 都是有得想 大家都可以細心點去想 其實都可以贏到錢的 不過就是 是說 有時候是不能貪的 就是一早就說 誰贏啊 潘頓贏啊 或者是田泰安贏啊 還沒跑呢 還沒得到分呢 我真的告訴你 沒有的 任你怎麼說 就算他的馬 拿得多好 有多漂亮也好 你一早就斷定說他可以贏 是沒有的 跑過才知道的 所以很多時候 有時候跑馬 都是講運氣的 那個騎士有運的話 都不是沒見過 潘頓 駕駛很漂亮嘛 就是一樣都可以輸的 所以呢 一般來說 我一直在這裡都建議 如果大家玩開的話 自己想想 真的要拿了分 然後才買 OK 那麼 看得準 大賭呢 就是有得想 不過呢 千萬不要傾家蕩產 不要到時候來找我 就是如果賭呢 凡是賭什麼都好 因人而異 就 衡量自己 可以輸得起 那你才買 那你才買 那麼就在我的群組 這次就有發照去 第八口媽寶 那就是五號和三號 那射下去下面 就是潘頓的六號 那這口媽寶就收的 就好像排七十多元 那群組裡面 我忘記了哪位先生 就問我 買那個二重彩 那我自己就不會買 那這次呢 那這次呢我也是 三五 頭關 就是射下去六號 那三五呢 就這麼巧呢 就是二重彩 一條Q回來 那我自己就沒有買 所以我不是買牛炮 我一向都一直說 我沒有買 那如果你在群組裡 看到我是有兩隻的 上次我那條六號彩也是 其中減了兩隻 那兩隻就是跑回來了 那這條三五呢 連贏位是97.5的 那這條二重彩呢 就是184的 OK 是幾好分的 不過呢 那這樣算 雖然說很分 但是因為它是二十元條肥 那如果你二重彩的話 就是十元 那一百八十多的隨意 那你都是九二十八 那就是十元 那就是十元就是九十幾元 那都OK的 那那天呢 我也說了買六環彩 找潘頓的 那那天呢 就是這次衰了 如果不是的話 六環彩都收的 那我那天連三寶也是收的 OK 那雖然不多錢 那其實看得出的 就是三寶 我都一條飛搞定的差不多 那天我口三寶也是三五六七了 那因為我就是怕 富國寶可以獵贏了 那不過都輸成一個幾馬位的 但是跑馬的東西沒有人知道 那所以我都是比較穩陣的 那就是這樣 那天三寶也是中的 那我當然不會買十元的了 因為我那天很有信心 那都叫做贏錢 那全日計真的贏錢 那希望你們也可以這樣贏得到 那那說回到明晚 那至於明晚的 那至於明晚的騎士王和 尼馬斯王呢 我就 基本上可能不會買的了 就算買都是買幾十元 那一百多元就算了 就算玩了 因為贏錢不容易 輸錢就快了 那我就不會說 就是好像明晚 真的看不到是誰可以贏的 所以基本上不會 不過如果你要加入木屑做 如果都埋美有分數 可能去到尾四那幾場 那我就會想一下 那就是騎士王和尼馬斯王的 那現在實在一定不會看的了 那我看過 那也是不太建議大賭 就算尼克娃普也是 那我一直都建議十元珠 那希望 那這次我就不是選潘頓 那選了賀責妖的 那這場就是第四場的 就是勇威神區 那這隻馬就是審習性的 那他呢 就一直都是賀責妖騎了兩次的了 那都幾近的 有一次跑第二就輸半個馬位 然後呢 然後呢 再出呢 就是輸一有四分一 那跑第四的 那跟著就 那我不太記得了 那我可能是 那我可能是 那賀責妖可能答應了第二隻馬 還是什麼呢 那就轉了給潘明輝 其實呢就是輸頭圍的 那這次呢 就交回給賀責妖了 那估計呢都會去到盡的了 而且是第八檔 那麼 那檔口都OK啦 就是如果他 起碼都不會坐博士 如果是第八檔 那什麼呢 一二六呢 我覺得都OK的 那我找他做膽 那只射下去 我就反而不一般的了 因為 上面呢 我就看過 那你就有幾隻馬呢 其實都有很多隻的 都是 在裡面 一路 選啊 想啊 然後呢 現在才能選到的 OK 那第三場呢 我就是 那現在大熱門呢 就是 彈球快活啦 OK 那剛才就不是他的 OK 那我就是 都喜歡他的 OK 那一隻是9號 一隻是12號 超聖神 OK 那另外一隻呢 就是5號 對行之聲 這隻馬呢 是偉達的 有些倍率的 9.1 那另外一隻呢 就是 中華英雄 報紋劇的 那十二檔 OK 那檔位 就不覺得是一個重要的 這裡 因為是1650 那 派大外檔呢 可能還反而不會坐波士 那這隻呢 就比較好一點的 有十倍 現在有十倍的 可能臨場呢 可能有十一十二倍的 那希望呢 這幾隻馬裡面呢 就其中一隻 就是頭馬 那希望 何宅耀 第四場那隻呢 又是 騎得好的 那就 因為我也是 很少選何宅耀 何宅耀 大二門 我也是一般的 不過這隻馬呢 我會覺得OK 應該可以買的 就是值得買的 那我就大膽一點 那第三場呢 就是二五九十二啦 尾關呢 就是九號 OK For tomorrow night I pick up Race 3 Race 3 會 be number 2 5 9 12 And Race 5 I pick up No Race 4 Should be Race 4 Number 9 我再重複一下 第三場的 二五九十二 第四場的 九號 OK 祝大家好運 拜拜 And good luck for everybody We will find out OK I I